随着新年的到来 云南多地的集市夜市也热闹起来 兔年装饰品已经开始热销 元旦假期 云南普尔市宁尔县的古镇夜市街热闹起来 夜市融合当地民俗文化 以明星建筑风格为主要样式 身在其中能感受到普尔当地古朴的民风民俗 琳琅满目的商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目前夜市街总摊位有120个 从古镇夜市开发了以后 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摊位 摊位费是比蒙面费更便宜 在这里的话 我的花是比在蒙面里更好卖越来越好 人流量的话也是比以前更多 临近春节 昆明市场上各种充满年味的 新春挂件 窗花 灯笼对联已经开始热销 在这家专营年货的商店里 摆满了各种充满年味的饰品 大红灯笼 造型各异的符字 以及拥有兔元素的布偶挂件 一应俱全 店主告诉我们 目前销量最好的还是传统的对联和符字 家庭基本上就是用符字对联这些 在这些挂式的 这个几七年的传统文化 它每年过年它都对联符字 它每家每家都要贴都要换的 不光是年货销售升温 从元旦前一周开始 昆明的家政预定也快速升温 大家都赶在春节前给家做个大早厨 在昆明的这个家政公司 近段时间500多名家政人员 每人每天要做两到三个订单 不过订单量持续增长 服务价格并没有上涨 12月20号到1月20号 也就是我们过年前一天 其实我们的订单预定量已经达到2万多单 主要还是以基础的家庭保洁 擦玻璃以及家庭清洗为主 我们都加入了专门的消毒的环节 给大家看